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回到明镜追击 我是岳哥 片头您所看到的内容 剧性是发生在10月9日地点上海滩 那位女士现在经过人们的搜索 在10月9日之前某一天 她是以欣赏甚至是仰慕的目光 在看着上海牙书 关于中国股市有一番豪言壮语 这个上海牙书应该是有些人开玩笑的说法 因为它的网名是上海野书爱在深秋 可能是有些人觉得它的牙齿比较少 姑且叫上海牙书 也有人开玩笑说呢 现在股市成这个样子 她之前做了一些推荐 那在最后的仅剩的两颗牙还保不保得住 到了10月9日 这位女士根据视频所呈现的内容 她说她把房子卖了 投了500万人民币到股市 10月9日 她急着要找牙书 找牙书干什么呢 当然很直接的原因 中国的A股在10月9日出现了大跌 在连续大涨之后 中国A股三大股指10月9日大幅低开 早盘两市一度回暖 跌幅收盏 但是午前重返跌势 午后回暖发力 但是尾盘跌幅 叫午市收盘 还是略有扩大 这是全天总体的态势 具体到一些细节上 可以说是残不忍睹 您看屏幕上 可以说是满盘接率 上演了普跌的行情 护身经三市是超5000只个股下跌 两市成交额约2.94万亿元人民币 较昨日明显有一个缩量 昨日就是前一消一日 那么成交额是3.45万亿元人民币 具体到指数上 护纸是收报3258.86点 跌幅达到了6.62个百分点 相当于是说失守了3300点的关口 深层纸收报10557.81点 跌幅8.15个百分点 创业版纸是收报2280.110点 跌幅10.59个百分点 相当于是说大跌超过了10% 所以调整是非常的明显 科创50指数是收报997.85点 跌幅2.55个百分点 这个科创50指数 10月9日全天是显得比较的挣扎 为什么呢 因为午后它是一度又突然拉升 涨幅超过了5% 但是尾盘再度翻率下跌 在板块方面可以看到 传媒新能源地产白酒行业跌幅是居前 宁德时代跌了近15个百分点 券商金融科技板块在尾盘走弱 华西证券新达证券等等 20多证券股是跌停 中信证券成交额是达到了422亿元人民币 全天涨幅1.44% 这家证券公司在10月8日开出了一封公开信 呼吁首次进入股市的人要优着一点 提供了三条投资法则 另外一家东方财富在10月9日内 成交额是突破了900亿元 持续刷新了A股个股最高单日成交额的记录 此外芯片股局部活跃 中信国际是逼近了历史的高点 以上就是10月9日中国A股的主要的情况了 可以说是哀鸿遍野 不少人特别是初次入场的人 显然就已经被套住了 中国不少体制内的良性的学者 其实稍早之前 包括这一次的十一黄金周期间 也没有闲着物为言之不欲 给了一些人 特别是80后90后所谓的年轻人 在国庆期间跑步入场 去忙着开户的人 已经是发出了警示 现在可以说是来的比较的快 当然所谓的接盘侠 也不一定说就是年轻人 至少这位大姐 豪情满怀投了500万到股市 看上去不是20多岁的样子 10月9日 针对一些散户的入场 因为其实交易额总体来看 还是比较的高 一些有怎么说呢 有良性的专业人士 还是在紧急的呼吁 就是散户 普通的小散 一定要好自为之 一定要紧绷神经 为什么呢 我看到也是专业的分析人士 拿出的一个数据 就是特别提到 像风牛这样的牛市 其实是中小散户 财富流失的最主要的原因 也就是说呢 牛市是成为了证券市场 财富转移的最重要的渠道 数字就表明 2015年的牛市 熊市周期之中 1000万资产以上的顶级散户 资产是增加了76% 那么低于30万元的 这个小散户的资产 是减少了33% 而且在这个股票之中啊 赚钱最多的是谁呢 最赚钱的其实是资本额1000万以上的顶级散户 其次赚钱的是专业机构 从2007年到2022年 顶级散户的市值是上涨了75倍以上 专业机构市值是增长了11倍以上 那么仍以2015年下半年的股灾为例 虽然小股民资产是接近夭折 但是顶级散户依然盈利是2540亿 专业机构也是盈利了2523亿 所以虽然数字很疯狂 但是良心是不死的 接下去股市会怎么样调整 对于投资者 当然特别是说散户来说 要做怎么样的准备呢 现在可以看到 中国的一些投资机构的观点 是出现了巨大的差异 那有一个声音就是说呢 此轮上涨尚未结束 看好成长方向 就意味着投资者啊 还是要做好准备要入市 但是能够看到10月9日 越来越强烈的声音啊 就提到本轮反弹是至此结束了 应该呢是趁着回调的机会 把一些资金从老产业转移到新产业 就是说赚快钱的机会是已经没有掉了 虽然对股市它怎么走啊 一直专家的观点 机构的观点都会有不同 但是10月9日应该说 悲观的论调是显得多了一点 还有机构就特别强调市场啊 或许会有非常宽幅的震荡 对于投资者来说 就要耐心等待 中国的更多财政发力的信号 所以您在这里可以看到 中国的一些投资机构已经做了点题 就是在财政方面 中国会不会有新的动作使出来呢 说曹操 曹操道 这些机构吃水这样题 显然是有所指的 因为就是在10月9日的中午时间 中国的官方具体来说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是对外发布了消息 将于10月12日 也就是星期六上午的10点 举行新闻发布会 主题是什么呢 会邀请中国财政部部长 蓝福安来介绍加大财政政策逆周期的调节力度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 同时蓝福安还会答记者问 这个消息出来之后 前面已经提及了 10月9日早盘 A股是集体大跌 但是随后啊 特别是靠近中午的10分 A股的跌幅是有所收窄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中国国新办公布了蓝福安要下场的消息 这就显示了 在中国货币和金融政策确实是放了一些大招 形成了一定的刺激效应之后 尤其是对A股形成了比较强的刺激效应之后 现在方方面面 包括普通的小伞啊 其实对于中国官方财政方面 到底会不会有什么新的东西出来 充满了期待 这个期待是什么呢 现在根据中国体制内学者的说法 以及一些投资机构专业人士的呼吁啊 总的一句话 就是期待中国官方发行超长期的特别国债来筹措资金 简言之由中国的中央政府来上杠杆 筹措资金以后来办一些大事 特别是说改善民生这一块多做一些投入 这里就援引中国专业的财经媒体啊 所做的一些分析和介绍 就是目标要去投入这一块是明确的 但是对于增量财政政策的规模和节奏 目前的差异就比较的大 总体来看呢 市场对于增量政策预估是从两三万亿元到十万亿元以上 不等比较少的比如说两三万亿元这一块主要的目的是筹措这个资金 弥补2024年本年度的财力缺口 比如说有经济学者就是做了一个估算啊 中国前八个月财政收入与预算目标的缺口是接近2.8万亿元 所以要解决这个窟窿 那么增量的规模往上走到四五万亿元 人民币也有中国的学者啊 是持这个观点就是要补够这么大的一笔钱 为什么呢 他们做了一些测算 中国长达三年的新冠疫情控制 导致地方政府啊 可以说是顾此事比顾头不顾定 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智力 到围追堵截新冠病毒之中 当然结果再怎么样 咱们也已经不多说了 这个就导致地方赤字大概是4.2万亿元人民币之多 所以中央财政那你得想办法了 第三个增量的规模就更加庞大了 是达到了10万亿元人民币 比如说您现在看到的屏幕上的刘士景 其实也是中国体制内非常知名的学者 在温家宝时代 在李克强做总理的时间 刘士景都是中国国务院的重要的智囊人物之一 他在9月中旬所提出的一个观点 就是中国要加大加强经济刺激的规模 要达到10万亿元 他的原文是形成不低于10万亿的经济刺激规模 主要的手段或者说主要的筹措资金的办法 就是发行超长期的特别国债 时间是在一到两年时间之内 把这个事情给他办完 另外一位也是体制内的学者贾康 他在10月上旬接受西方媒体采访时候的一个说法 也是类似的 10万亿元经济刺激的规模 当然除了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 贾康也是提到地方政府专项债这一块也还是有一些腾挪的空间 所以现在外界的一个总的预期或者说期待 就是说中共中央政府层面会上杠杆会上赤字 但是上多少少中多他到底怎么选择 外界就是当然说吃不准 所以难题似乎从表面上来看就落到了兰福安中国财政部部长的身上 10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点 他到底能够带来一些怎么样的猛料 是把各界的胃口又是掉的高高的 从极客的效应来看 就是10月9日中国国新办发出了兰福安要开新闻发布会的消息 他直接的刺激就是导致A股的降幅有所收窄 但是全天仍然是非常的不乐观 所以市场对兰福安会不会说他的下场去买账 周四周五的A股的表现会给一个直观的效果出来 一般的设想 客家人兰福安现在身上压力会是比较的大 可能还有一点心理负担 一方面当然就是要看周四周五中国股市的走势 究竟是怎么样 另外一方面 兰福安可以说是有前车之见 因为就是在10月8日的上午 国新办也是主持了一个招待会 发改委的主任郑山杰 带着他的四位副手 四位副主任 发改委总共是五位副主任 所以形成了一个很大的规模和气场 希望去发布会 提升外界对中国经济稳定性和增长的一个预期 结果把事情给他搞砸了 郑山杰的副手 我们是一口一个郑主任 一口一个山杰主任 有些人说这个是拍马屁 倒也未必 可能还是说想体现他们工作之间亲密的关系 甚至还有些甜蜜的融洽的关系 这个倒也还可以理解 但是这个问题回答的 可以说是党八股十足 给人油腔滑掉的感觉 那效果当然是不敢恭维 你是一个公开的发布会 全网直播 而且你是回答西方主流媒体记者的提问 那这些记者下来毫不客气 马上透过分析人士的说法 看出了文章 对发改委的经济刺激的一些说法 做法是表达失望 恐怕这也是10月9日 中国股市哀鸿遍野的 不说根本原因 是一个重要原因之一 现在中国官场是有一句老话的 就是任你官清似水 难逃利华如油 老话是把官和利做了一定的区分 官可以简单的说呢 就是拍板者决策者 利就是官下面办事的人 这个话的意思呢 就是不管你官员是怎么样的清政 也难免被狡猾的下属蒙蔽 但是坐在场上的10月8日的这一位赵陈兴 他已经是发改委的副主任 理论上也是副部级的官员 讲话是这样的一个油滑 还是说超出了 确实是超出了外界的一个预期 不说他没有准备 因为这么重要的发布会 这个郑山杰和他的副手 显然都是有备而来的 所以可能还是说呢 这个思维的方式 觉得不需要对媒体 做这么非常严肃的披露 觉得对西方媒体在内的记者的提问 敷衍色泽一下也没有关系 结果呢是可以说是闯下了大祸 导致资本界的一个预期啊 受损 10月9日关于发改委的 10月8日的那场发布会 我看到有不少朋友贴出了这个帖子 他所显示的是日本的防务大臣啊 在正式的场合 是在点评在介绍中国的一句古语 巧诈不如捉成 这个话的意思呢就是说 比起花言巧语虚伪的表现 坦诚真实 其实更让人信任和接纳 发出然后呢 转载这则帖子的人的意思 当然也是说呢 对发改委这一正四负 10月8日的表现是表达不满意 可能你兜兜绕 那么多的滑滑肠子 油嘴滑舌 党八股 你还不如就老老实实的捉成 要么说呢 我不知道 当然这个说法可能是需要一定的胆量 效果也未必好 可能换一个说法 我看到有不少朋友在议论 你就是说呢 未来是有可能会出台更多的刺激措施的 也算是一个交代 也有朋友提及 那你就干脆作为副主任 你就是说这个问题呢 可能是比较重大 能不能请郑山杰 山杰主任再回答一些 就显得可能还妥贴一点 当然这个恐怕也只是吃瓜 群众自己的想法 因为共产党的官员 现在他有自己的一套逻辑 压力之下 他有自己的一套办法 外界恐怕也不能够去置评待多 但是作为结果 从结果导向来说 发改委的官员肯定是把事情办砸了 估计自己现在也是心里需得很 需要做一些总结 发改委的舆情还在持续之中 比如说10月9日的下午 在中国外交部旅行记者会上 法新社记者就提问了 昨天10月8日 中国发改委的新闻发布会 并没有宣布重大经济刺激的新措施 外国投资者对此是感到失望 那么就请问外交部的发言人 希望向外国投资者传递什么信息 来提振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毛宁外交部的发言人就表示 昨天中国发改委新闻发布会内容 丰富详实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情况 建议向中方主管部门去询问 我可以告诉你的是 我们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 有信心 最后在兰富安看看是不是吸取教训之前 我们把中国近期稳经济 出预期的会议做一个回溯 9月24日其实是开始的时间了 那包括中国人民银行 这一行一局一会在内的三大 中国金融管理的部门是出台了 发布了一系列的利好的措施 中国的股市也是硬生就往上蹭蹭蹭的走了 9月26日在开市日 中国的央媒是发布了消息 当时还是午市时间 也是对股市形成了一个正的刺激 接着是9月29日 这个是周末 李强主持了中国国务院的常务会议 再接下去就是到了10月8日 星期二发改委一正私负主任亮相 接下去10月12日 根据公开的信息 因为它是周末 也是一个休市的时间 这个安排啊 其实也是比较有意思的 因为您可以看到 924926 你在一个正常的交易日 做这么重大的消息的发布 股市就算是往上走 那资本界的人士 其实也还是内心是有负评的 认为你这个典型的政策是 政策在强刺激经济股市 所以在一个非交易日的周末去开 外界确实是很关注的 所谓的重磅会议这个安排啊 目前来看就显得是比较的有意思了 一方面 现在普遍的看法 就是中共已经从一个所谓的顾本培源 比较柔和的缓慢的短暂的刺激 已经改成为了短期的强刺激 这个措施因为刚刚改变 也不可能说马上又变回去 而如果按照这个思路进行推演的话 兰福安若是有强刺激 那中国官方当然是说 第一时间就把外界的预期给他提升起来 所以理论上就应该安排在一个交易日 所以安排在非交易日 似乎我们只能说似乎 蓝福安就拿不出一个能够提升外界预期的重磅的措施 比如说打手笔的去发行超长期的特别国债 可能10月12日就还没有 那因为没有这样的一个重磅的措施 可能中国官方又担心10月8日那一幕重来 导致10月9日股票是大幅度的下挫 所以就索性啊 稀释宁人安排在一个休息日 来自中国专业的财经媒体 10月9日的最新一则报道 也是提起 如果说宏观环境并非骤然的恶化 增量政策从小做起的可能性是更大的 所以这句话应该也是适用于蓝福安 以上就是今天这个时间段的内容了 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特别的还是说有请您多评论 订阅点赞转发打赏和会员支持 不管说是打赏频道 还是打赏我本人 都由衷的感谢 我们下次见 大家好 欢迎回到明镜追击 我是月哥 今天的节目先看中国的股市 因为10月9日 中国股市是出现了大跌的情况 各方面都是惶恐不已 所以10月10日 那么全天收盘 看下来整个股市应该说是进入了 到了调整的阶段 我们看一看相关的细节 10月10日 A股主要指数是走势分化 护制早盘一度下探 随后在煤炭银行基建等周期板块带动之下 呈现了所谓的深微反弹 盘中是大涨幅度超过三个百分点 午后涨幅是有所回落 半导体券商等板块进入了调整 双创指数是跌幅较大 科创50指数跌幅超过四个百分点 市场整体涨多跌少 护身经三市超3100个股上涨 两市成交额是占上了2.1万亿元人民币 但是较昨天交易量还是有明显的减少 就10月10日的股市而言 第一个比较大的看点就是全天中字头表现是强势 有业内的分析人士就认为 当前资金是选择了长期逻辑清晰的中字头 以及一些高股息的板块 相关行业是有更高的安全边际 不过从股息率角度来看 上涨空间并不大 这是第一个看点 第二个看点 各方面的评论是比较的多 10月10日早上一大早8点钟 等于是说开市之前 央行就公告 决定创设证券基金保险公司互换便利 这个利好虽然在节前 具体来说在9月24日 其实就已经披露过了 但是这一次是正式的发文 所以这个所谓的互换便利 业内人士的解读 无疑是对空头的一个宣战 就是说只要胆敢做空 将会有源源不断的资金 承接抛盘 业内的分析人士就特别强调 部分场内获利资金 是开始流入债券市场 那么这个央行的最新的公告 也是给流入债券市场的资金 当头一棒 对于资金留在股市 是起到非常大的帮助 而证券基金保险获得资金了 就有望继续增值 以持仓的个股 所以市场风格就切换到了 所谓的周期以及消费的板块 关于互换便利这个工具 还有很多专业的解读 如果说呢 最直白简单的解释 也是用专业机构人士的话来说 互换便利的正式落地 是可以比较明显的提升 机构的资金获取能力 和股票增值能力 也可以提高市场的流动性 和交易的活跃度 这段时间 中国股市关注度是非常的高 根据中国大陆媒体的一些报道 也是创造了很多财富故事 感觉听上去也是天花乱坠 但是在10月90日大跌之前 即便股市是欣欣向荣 一段时间猛增了一段时间 绝大多数散户 其实它也还没有回本 所以散户永远是要谨慎小心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楼市 同样的也是中国大陆媒体 说这个楼市也是热度非常的高 金酒银食 这个银食走得非常的漂亮 所谓的银食 也是中国大陆房地产销售 多年以来的一个说法 就是10月份买了房 趁着假期就开始做交接装修 然后放一段时间 有味道 把味道散去之后就准备过年 所以金酒和银食 也是方方面面非常看重的 现在数据慢慢是出来了一些 表现很突出的就是在深圳 深圳市的官方 深圳住建局在劫后 是专门发文称 深圳房地产市场购销两望 房价止跌回稳态势明显 这个是最近几年以来 深圳主管部门首次 专门为楼市成交情况 发生造势 看样子也是坐不住了 而且深圳市住建局 还是给了一些数据 根据他们的统计 10月1日到7日 深圳新房住宅认购 是1841套 合计是19.18万平方米 认购量同比增长 同比去年的10月1日到7日 增长了多少 664.14% 那就是6.6倍还多 在二手房方面 深圳市头部中介机构的 代看量成交量分别为 24620人次 1314套 日均值分别就 2023年国庆期间 增长22% 339% 所以确实热度还是比较的高 那在深圳之外 在国庆的长假七天期间 北京上海一些房地产项目的 平均认购量 是基本于9月全月 认购量相当 广州新房项目 平均认购量是9月全月的 2.2倍 二手房的代看量和成交量 也是普遍有所增长 所以现在中国媒体所说的 热度回来是所言非虚 这样的房地产的走势 有人欢喜 有人忧 那如果说确实是年轻人 又是要房子 比如说要结婚等等 确实很为难 究竟是上不上车呢 当然在房地产开发上那一边 其实现在也是比较的徘徊 有房地产开发商 在接受中国财经媒体 采访的时候就表示 那市场对于经济复苏的速度 是存有疑问的 房地产压力依然存在 眼下部分房企 是考虑收回楼盘的折扣优惠 二手房业主 也是出现了反价的迹象 所谓的二手房业主反价 就是说本来这个房东都要卖房子了 但是临时就毁约 要求提价你爱买不买 这就是反价 反价的本质当然是诚信的缺失 但是他同时也体现 二手房的业主对于楼市行情 他是看多看涨的情绪 但各方对于楼市行情的持续性 仍然是抱观望的心态 如果后续还有其他利好政策加码 那么这波相对积极的情绪 才有可能延续 所以银时能持续多久 那业界的这些人他也没有底 以上说的是股市和楼市 接着看预期 现在关于中国最后会有哪一些 比如说刺激的办法出来呢 应该说确定性是在增加 就是市场对于中国特别国债预期 确实是在增多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是在10月9日星期三下午发布了消息 将在12日星期六上午10点 是一个非交易日周末休市 举行新闻发布会 蓝福安作为中国财政部的部长 将介绍加大财政政策 逆周期的调节力度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并答记者问 那么在这个消息传出之后 其实呢就有一些信号 中国官方有意无意就透露出来了 信号之一是中国央行所主管的一份媒体 叫做金融时报 那区别于海外的金融时报了 这一份官媒就在报道中引述专家的说法 提到财政部已经设立了特别国债收支科目 表明通过特别国债增发的可能性是较大的 此外预计年底之前部分专项债的额度将提前下达 使用范围是可能扩大 另外一个信号就是四川省政府党组会议明确提出 对于国家即将出台的更大规模超长期特别国债 提前下达明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等政策 要强化项目包装储备 坐深坐实前期工作 努力争取更多的份额更大的支持 等于是地方上提前在表态再做一个准备了 所以现在就看外界信不信吧 很突出的蓝福安在星期六会不会给出一些说法 给出一些暗示是非常关键的了 当然就算说中国上赤字上杠杆去放债 这些钱拿来会不会说去改善民生 刺激消费 还是说又拿了钱去搞一些 看上去很高大上的基建 最后效益非常差 外界其实也是很关注的 特别是普通人很看重这一点 还有必要一提的就是 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 在9月30日参加了建政纪念的一些活动之后 截至10月10日北京时间下午傍晚 他已经实时的影像的信息 从媒体的公开报道之中消失了 是差不多10天了 当然看10月10日晚间新闻联播 会不会披露他最新的行踪 在消失的10天之中 他是有一些赫信赫电批示的 这个是有的 比对习近平过往几年的公开的活动报道 那么在每年的10月上旬 包括比较长的假期 习近平都会隐身 应该是9月份活动比较密集 所以他也是趁着假期 然后再多放几天假 悠哉悠哉 在外界有一个说法 就是这一次经济能不能就起来 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习近平的政治命运 就是说如果起不来 他有可能下台 目前就习近平所力排性的休息来看 似乎这个说法是被放大了的 因为在技术层面来讲 现在不管是说西方的一些分析人士 还是中国的一些学者 认为中共在中央政府这个层面 去上杠杆 去放债 去提高赤字率 从而刺激经济 提高预期 可能性是有的 空间是在的 效果也会有一定的体现 所以似乎习近平就不急了 另外一点从中共他的这个执政的逻辑来讲 如果说经济确实非常的萎靡 他会持续的想办法 同时呢 会有一些官员来做替罪 不可能是中共的最高领导人 接下去我们再快速的聊一聊 宋冰冰女士 中共的红二代太子党开国上将 或者准确的说建政上将宋任琼的女儿 其实宋冰冰女士离世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了 但是可以看到包括这几天在内 中国大陆仍有一些体制内的人士 包括一些重量级的知识分子 在对他进行口诛笔伐 其实背后的意思是比较明确 因为就大背景而言 目前中国经济是显得非常的皮套 人们的信心不足 中国共产党包括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 某种程度上应该是承受着比较大的压力 所以这个时候借宋冰冰的离世再发难 就有点要找中国共产党算账的意思了 关于宋冰冰本人 先快速的就介绍一下 他作为中国知名的红卫兵领袖 或者是知名的红卫兵领袖之一 9月16日就已经去世 享年是77岁 他的死讯是由他的兄长宋克荒 透过微信发出来的 说他是在美国离开 不过宋克荒就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 宋冰冰是在1966年 牵涉到了自己所在高中的校长 遭殴打致死的事件 具体来说 宋冰冰当时是在北京师范大学 附属女子中学 当时学校的一把手是变仲云 当然宋冰冰到底是怎么样卷入 变仲云被批斗被打死的 这个有不同的版本 不同的说法 但是不管怎么样吧 那个死亡事件 都是文化大革命中 最著名的杀人事件之一 近半个世纪之后 2014年 宋冰冰是为自己的行为 公开道歉 宋冰冰女士仍是已经走了 但是可以看到 她离世差不多一个月以来 在中国大陆 对她的口诛笔伐 仍然是没有停歇 我们看几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第一位是人民日报社之前的编委 当然都已经退休十几年的时间了 这位姓李的老总啊 就写了一篇文章 特别就提到了宋冰冰这个事情 他说 虽然他没有证据 他也不认为宋冰冰是打死变校长的凶手 但是呢 要说两句话 第一句话就是 他觉得宋冰冰应该受到惩罚 却没受到惩罚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宋冰冰当时是女妇中红卫兵头目 有权有势 而且他知道 也是亲眼看到了惨案的现场 所以这位李副总啊 就强调 虽然不能把十年浩劫 等同于啊 国民党时期 但对浩劫中管事了 干坏事的 必须惩罚 应该追究 行事责任的 要追究 不管是谁 否则 浩劫还会重演 当然他说到这里呢 也就是点到为止 关于这个 没有继续追究 那么他说的另外一句话呢 就是宋冰冰的道歉 一钱不值 因为你看他说 有些人干了有些事 特别是干了伤天害理的事 不是居哥公 说声对不起就没事的 古人有性本善性本恶之说 有些人性本恶 骨子里坏 能指望他们良心发现 脱代晃骨吗 不可能的 从当年 干那些伤天害理之事开始 就决定了他们的恶 他们的坏 必须把他们永远定在 历史耻辱志上 以警效尤 警示后人 这个话呢 对宋冰 他的说的是比较的严重 这位李副主编 就特别总结啊 宋冰冰是个标志性人物 对他的惩罚 当然不能像正反时 对反革命分子那样 杀官管 情况毕竟不一样 但至少不能让他 和他的战友们 还那样阵阵有词 名冤教区吧 所以他说 国人有的时候啊 是宽容有余 记性不足 对许多不该宽容的人和事 宽容了 对不该忘记的人和事 忘记了 我们看看第二位啊 对宋冰冰口注笔伐的人 是中国非常有名的 一位自由派的学者 知识分子 于建荣 湖南人 那也是非常感言的 于教授可以说是火力全开 针对的就是宋冰冰本人 他说呢 要求宋冰冰承认历史责任 绝非苛求 这是对历史的尊重 对受害者的交代 也是为了避免悲剧的重演 他给到了一些细节看法 就是说 校长被忽致死 宋冰冰作为学生造反组织的领导者 对这起暴力事件 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对于有具体血债的事件 仅仅道歉 远远不够 于建荣教授就特别提及 2014年 他的道歉啊 只是一个开端 宋冰冰是需要以实际行动 证明自己的悔悟与担当 在此过程之中 作为施暴者的领头人 他对事件影响重大 必须积极配合调查 还原真相 承担法律责任 而他并没有这样做 也正因为如此 校长家人不接受 那种没有实质责任体现的道歉 完全合情合理 于建荣教授一个结论 就是我们必须坚持 对那些给社会和民众 造成严重伤害的事件 不仅仅要追究主导者的责任 对那些充当打手参与者 也绝不能放过 所以透过于建荣的这个表态 他的这个前台词 就是说主导者 谁发动了文革 那肯定要负责任 但是对于这些打手 于建荣写这个文章 批评文章的意思 核心就是 打手 你不要跑掉 你也跑不掉 三篇文章也是最近看发出来 来自新三界的 一位目前已经退休的女士 文章两个思路 第一个就是对宋明斌女士 可以说是冷嘲热讽 另外一点就是对他背后的那个势力 那种假族观的批评 这一位已经退休的女士 对宋明斌的一个点评 就是说怎么好事都落到宋明斌头上了 叫人怎么想得通 虽然宋明斌是学霸 但学霸可不止他一个 其他学霸有这么幸运吗 而且那些和他同一阶层的人 有的并不是学霸或不那么学霸 也照样早早的就出国留学了 照样幸运的得到当年最好的机会 参军 上大学 经商 发财 从政 升官 这个顺道者是把和宋明斌一路人 所谓的官二代 红二代 军二代 太子党 是做了一番冷嘲热讽 接下去 这位新三代的女士就特别提起 其实我们这个民族最不缺少的是激情 激进 最缺少的是温和理性 是强大的中间派 是法律对全体的约束 不论是高高在上的权贵 还是激愤的大众 一旦脱离秩序的轨道 不受任何约束 就都可能自以妄为灭绝人性 他说文革曾经狠狠地教训了我们这个民族 如果仁治不废 法治不兴 要武的号召齐齐实践 就可能再次重演 透过这三篇文章 其实在流传的也是比较广的 我觉得第一点 就是中国民间怎么看文化大革命 咱们也拿不到大数据 我过去是采访了一些毛派 对毛泽东是怎么样一番分工伪计 赞成有加 对于文化大革命 毛派人士也是觉得反正造反有理 但是能够看到知识分子这一块 普遍的应该说是对文化大革命 非常不感冒憎恶之极 宋明冰在这里可能也只是一个靶子而已 共产党可能也不要说装不明白 包括目前的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 反反复复强调的两个不能否定 就是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 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 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说实话有点绕口令的味道 这个逻辑上是说不过去的 至少说这个逻辑在中国的知识人 知识分子那里是说不过去的 第二点也比较有意思的 这么多批判文革的文章 批评宋明明的文字 目前来看这几篇至少说都还在 流传也是比较的广泛 所以似乎是这样的一个背景 就是因为现在中国经济是比较的皮套 方方面面的信心不足 中国共产党包括习近平本人 他的政治团队是承受着比较大的压力 所以可能是说在舆论上有一个开口出来 让大家做情绪的释放 包括刚刚离世的胡锦涛时期的中共的二把手 人大委员长吴邦国 中国官方发布的复告中也是提及 说文化大革命期间 吴邦国是坚持党性原则实事求是 以实际行动进行抵制 西方一些评论人士认为 这个似乎也是显得有一些异样 但是会不会有秋后算账 这个就真的是说不准了 我在此前的报道之中是提及 在这一次的中共建政75周年之前 其实中国是有不少 是有多位知识分子 因为过去在社交平台上发表文章 是比如说俄中关系 比如说中国的网正网号的推出 这些学者的观点和中国官方的 发布的口径是完全不同 他们当时写文章的时候还没事 但是可以说秋后算总账 在这一次建政75周年之前 他们是都受到了处分 所以现在关于这个文革 关于宋明明的文字 后面会不会出现同样的一个 所谓的整肃或者说内部的处分 也也许也还是有可能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因为文革账是没有算清楚 包括变校长在内的这些人的血债 没有给他算清楚 所以总还是有包括知识人 当然知识分子表现非常突出 会基于他们的专业 基于他们的本心站出来发声 以上就是今天这个时间段的内容了 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特别的还是说有请您多评论 订阅点赞 转发打赏和会员支持 不管说打赏频道 还是打赏我本人 都是由衷的感谢 我们下次见 大家好 欢迎收看世界的中国节目 今天是2024年10月8号星期二 今天当然要聊聊股市 除了股市还有啥值得可聊的呢 说白了 除了挣钱 还有什么东西能够戳中中国人的祭典呢 没有 就是钱 这一点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样一个现实 今天我们看到开盘以后 A股迎来了国庆节以后 首个交易日 大幅走高 户值高开10% 深层值高开12.67% 创业板高开18.44% 开盘后仅仅20分钟 户深两市的成交额就扑破了1万亿 比上个交易日 此时放量已经超过了2400亿 刷新了此前9月30号 国庆节前创下的历史最快万亿记录 42分钟以后就超过了2万亿 下午开盘以后 交易额继续攀升到3万亿 再创纪录 一天3万多亿 当然涨幅有所回落 开盘一个小时以后 户值涨幅就回落到了2.75% 深层值涨幅5.77% 创业板10.98% 全天收盘的时候 上证指数上涨了4.59% 就算5% 有人说为什么一开始猛涨 到后来上证指数收窄到了5% 都怪郑山杰发改委的主任 一正三复出来亮相 本来他想献个殷勤 想拍个马屁 放个马后炮 结果我认为习主席不一定高兴 因为啥 涨涨涨 但是郑山杰放出来这些信号 没有具体的措施跟进 让海内外很多人感到比较空泛 这印证了市场上一些在狂热里面的一些的比较冷静的这种思路和判断 就是这种涨是暂时的 因为中央没有具体的政策出来 你看所以这郑山杰拍马屁拍到了马腿上 很可能会有后果 很可能会有后果 现在A股猛涨 但是恒生指数港股今天跌的挺狠 跌了6%左右 现在当然也有很多人说 A股和港股没有什么区别 仅仅是因为前几天 A股因为国庆节假期没炒 港股一直在炒 所以两个股市的最后中的走向和趋势应该是一样的 现在这帮外媒外企业券商 很多人都纷纷发表了 研报看好中国市场 比如说最不要脸就是高盛 此前一直唱衰中国 现在好吗 10月7号他发布一篇文章叫 If not now when 10 reasons to buy China equity 此时不买更在何时购买中国股票的10个理由 这一次投资者很大程度上 得到了他们所希望的 那就是中国央行 中国政府 中国共产党正在向股市提供前所未有的支持 高盛还说 至少还有20%可以涨 这种量级都是极具里程碑意义的 可以和2008年的4万亿相提变乱 也可以和2015年的A股救市相提变乱 也可以在国际上和2012年德拉吉出任欧洲央行行长以后 推出的旧式地化相提变乱 所以那是很牛的 很牛的 所以一夜之间我感觉仿佛是流水落花春巨眼 换了人间 不是吗 换了人间换得更好了 换的是欣欣向荣 老百姓更是兴奋 现在店面根本就不是说吃了 都是问买了吗 不买就意味着你在上一次错过了中国的房地产 再收大船以后 你又错过了一艘大船 那就是国家直接送钱 你竟然不要 你只要炒 你就能赢 关键的问题是 你恐怕一开始股市就开始涨停了 你想买买不进去了 所以很多人说 你就闭眼买 能买的啥你就买啥 它肯定能涨 但是天底下有这样的股市吗 没有 这种情况 也有很多机构 表示一些非常谨慎的乐观 为什么 那就是说 买入一切都能挣钱的阶段 很快就会结束 因为什么 股市最终还是要看一些基本指标 市场的动能 财政的支持 上市企业的利润 当然还要看美国大选 和进一步的美中关系的走向 这都是会影响股市 前景的一部分 当然关于楼市 很多人认为 股市火 楼市一定能火 因为什么 大家赚到钱了 赚到钱你就能付得起首付 就敢买了 更何况现在很多首付的比例也在下降 二手房的付钱的比例也在下降 而且你已经正在贷款的 再贷款的利率也在下降 所以股市应该也会阴生而起 但是股市的问题在于它和经济的结合更紧 它不像股市 它们就是钱和钱的关系 股市涉及到的宏观经济面的因素太多 我认为它想起来还需要一段时间 我今天看所有的媒体里面 台湾联合报系的北美世界日报 这篇社论我认为讲的比较清楚 态度很鲜明 好多专家讲话就怕蒙愣两可 就怕专家成为砖头的那个专家 左也行右也行 但是今天这篇文章说的很清楚 说什么 人为旧市不可能长久 国家队不可能长期入市 因为什么 股市是自由市场 终归要恢复自由买卖状态 所以股市最终要回到 由投资者决定买卖的正常状态 由不正常的进步 就是变回正常买卖的状态 绚烂终归要回到平静 而且问题关键在于 今天涨得有多猛 在国家队退出之前 那个抛盘像泰山压顶一样抛出来 那个降的就有多惨 政府就是时间越长 耗费的资金越多 那最后都有一个问题 你哪来了这些钱 地方债务 已经是苦不堪言 很多地市都已经处在破产的边缘 和在破产的这个漩涡里面了 因为这种怎么样 政府早就失去了这个卖地的收入 他自己难以为继 那据专家估计 以中国的经济体量和规模来计算的话 要全面的实现复苏 次级的款项至少要达到7万到10万亿人民币 在这种级别的这种体量的钱 难以到位的情况下 经济很难复苏 算数数字不会撒谎 当然还有原因 就是说需求 特别是有效的需求仍然不足 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消费者的需求 房市最后还是要取决于有多少人有闲钱 有多少人有刚需去买房 那所以这一次房市到底是不是能恢复正常 能以多快的速度恢复正常 取决于供应端这个问题 把款项交到地方政府手里 让他们用来偿还债务 另外一部分用来补助家庭的生活开支 这样的话不可能用于买房 刺激措施对房市也不会起作用 那上海和北京现在的房价比2021年高峰的时候 已经下跌了三成到五成 我的一些朋友在山东浙江福建的二三线城市 有些城市跌了整整一半还要多了 那只要房价继续跌 人们就不会有买房的意愿 其他所有的消费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现在这个补助啊 杯水车薪 那现在回想起来 去年第二季度 中国经济就没能像当初党媒和政府宣传的那样 说以后反弹会弥补当年疫情的经济损失 当时就有很多专家会与政府出手 要推出大规模的刺激经济措施 用来振兴经济 但是政府一直不出手 做事经济减速 只说旧经济 一直没有具体的行动和计划 你看到了今年暑假 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 今年暑假的时候 7到9月份 制造业继续下滑 8月份的工业利润比少年同期定然跌到了17.8% 那五分之一没有了 那现在这个情况 为什么猛叉叉的搞这么猛烈的行动 我看这个时间点 天时地利人和里面这个天时特别重要 那我看十一日报列决了这样一个原因 那就是 7月中旬 三中全会的主题就是经济改革 到了8月份 又借邓小平120年诞辰 宣传进一步改革 然后9月份推出了刺激经济的措施 习主席终于出手 显示他终于意识到经济危机对社会和政治造成的危险 具体讲 我们把时间线拉远一点 怎么看呢 今年十一是今年建政75周年 75年应该是一个大庆 但是今年的气氛 庆祝国庆的气氛 可以说是清汤寡水 比起2008年的奥运会和2019年的 建政70周年相比 那可以说气氛冷淡了太多了 冷淡了太多了 那再横向比较一下 苏共是1917年建政 总共只活了74年 北京中共现在刚刚比苏共只多活了一年 才活了75年 比老大哥只多了一岁 这个时间点在习主席心里 那还是非常 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从这个角度讲 这一次的股市的猛涨 一方面是经济本身确实需要刺激 再有一个是中共内部最高层出于对权力 进一步下滑的这种恐惧 导致了他无所不用其极 开始这样一个刺激措施 习主席对这一点焦虑感是很强的 焦虑感当然用正能量的话说 那就是责任感 那就是紧迫感 去年一月他就提到 国人党作为一个大党 就会有大党的特别挑战 大有大的难处 这是习主席反复强调的 另外今年7月央视还特别推出了 两集的苏联崩溃的纪录片 主题就是要吸取教训 因此现在习推经济刺激措施 更多的是出于政治生存的需要 而且2024年的夏天 经济这么皮衰 社会气氛如此低迷 实在是有必要刺激一下 那这篇社论结尾也是非常的有韵味 讲什么呢 十一长假以后 天安门广场秋意正农 西山的红叶开始变色 寒冷天气即将到来 假期前的股市的狂热 恐怕很快就会被冷空气所驱散 这就是这个学习报道文章 我表示赞同 我表示赞同 因为不能再搞中国例外论 就是说 所有的经济规律对中国都不顶用 每当你这么想的时候 通常都是灾难的开始 老毛当年不就这样吗 对吧 老毛 全世界英国美国人家都是用大高炉链铁 他非得用小高炉 把老百姓吃饭用的锅子铲着 甚至恨不得连自行车都拆了 扔的刮炉链链链出的钢铁 根本就没用 那么这些年以来 中共决策的特点都凸显出这一点 经济它还是有规律的 还是有规律的 所以今年这么弄 我看这个刺激 世界日报说大概几个星期 就会建出阵战 就会退 热潮就会退掉 我看也就最多一个季度 不信 咱走着看 到今年的春节前 还会再显示出这样的一个特点吗 因为到春节的时候 各地的工厂都会放假 回家过年吗 所以整个的工业生产的支出 也会减少 到时候被遣散回家过年的这些工人 回来还有没有班上 这是最关键的指标 到时候中国的股市房市 还会不会这样 我认为基本上应该说不会 这次股市的大涨 疯涨 有什么大的收获 我的感觉 当然第一 很多人都赚了钱了 你看这两天 那些搞透口秀的帮孙子 那帮段子手 很多人穷兮兮的 对吧 老拿自己开涮 这两天不也很多人说 他们还写什么段子 不用写脚本了 赚了钱了 谁管这个 还有好多作家 网络写手 说不写了 本子不写了 联系剧第二三集都没有了 我挣了钱了 我还费内劲干嘛 对吧 所以大家都高兴 从这点上来讲 只要兜里有了钱 不管你原来受多大委屈 早上一醒 发现后面 银行存款后面多一零 你如果你这时候还不高兴 那就说明 你真的有抑郁症了 什么叫抑郁症 大家知道吗 你被人揍了一顿 踹了一脚 你心情不高兴 那不叫抑郁症 你踹了别人一脚 你把别人踩在脚底下 你自己还不高兴 那才叫抑郁症 就碰天 本来应该高兴的事情 你高兴不起来 那才叫忧郁症 今天给大家普及一下 另外除了赚钱以外 最大最大的收获 我告诉大家 就是现实 让所有人都一遍一遍的回归 基本面 回归常识 西路奇讲的那一套 对吧 什么好赚的钱都已经赚了 现在到我去解决最难的问题去了 而且说什么西方的华尔街的模式 高借贷 高负债 这个路子我们不能走 还有强刺激 这个我们不能搞 直接给老百姓发钱 我们不能干 不能养懒人 等等 他以前说的所有话 说实话 今天看来 用老百姓一句话讲的最实在 你不当家不知道采米贵 你以为人家江泽民朱镕基 胡锦涛温家宝就比你笨 对不起 人家不笨 当年出台这些政策 也是没办法 你今天逼到今天 你不也得这样吗 所以我看到那天 国庆招待会的时候 习主席竟然和温家宝 并肩而坐 温家宝坐在了主兵的位置上 我看温家宝 虽然是头发已经白了 但我相信他内心很高兴 那内心忍不住窃息 就是你看你的小样 你以前整天说我四万亿 不对头 你这不也得搞几万亿吗 对吧 这证明我以前搞的也没错 所以这一次最大的收获 就是习主席终于想通了 还得是让老百姓斗里有钱 他就痛快 反贼的声音也没有这么嘹亮 老百姓也不会整天编段子 编排你 有钱了 大家都高兴 习主席在这样的客观规律面前 他也终于找到了感觉 就是别的都是虚的 给老百姓钱 才是实实在在的 所以习主席 想明白这个以后 就是对老百姓最好宽松一点 对吧 让他挣了钱 他保证打心眼里喜欢你 但是对自己底下这帮官僚 你要狠一点 你要狠一点 没问题 你看怎么样 10月1号以后 股市盟涨以外 反腐没闲着 昨天晚上 中共中央纪委国家联委连续发布消息 宣布四名省部机关员 一名正部 三名副部 因为严重违据违法 被开除党籍 开除公职 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这里面最有名的就是前中共司法部部长 唐一军 你看 他是司法部长 拜托他竟然干出很多违法乱纪的事情了 其他几位是新疆政协前副主席斗万贵 内蒙古人大常委会前副主任杜新 以及贵州省纪委前副书记张平 这里面 今天时间有限 咱们重点聊一聊谭一军 这四个人里面 谭一军是唯一的正部级 而且是干过三个正部级岗位的高官 他干过三个正部级 从通报看来 他被开除党籍 开除公职 而且又是一个家族式腐败 他方式腐败的典型 里面有些话特别有意思 说什么 说家风不正 对配偶失管失教 利用职权帮助亲属承揽金融业务 那这个事情 他非常典型 因为要按唐一军犯这个事看来 中共这些领导 可以说再抓上个100万到200万个 根本就不为过 因为他们打的是擦边球 很多事情貌似只是违规 他不违法 现在这个界限明显的在收窄 不管怎么样 习主席中纪委看到 从伪计直接弄到违法 这种界限非常模糊 说你违法 你肯定违法了 对吧 你看 唐一军 是浙江派 从宁波开始的 他 有个老婆 经常在幕后经商插手工程 性格十分强势霸道 他的商业版图涉及金融石油化工 这一切都让唐一军在官商两届 评价不高 但即使这样的情况下 他怎么 是不是当上了司法部的部长 所以 那整个的中纪委这个系统 和中组部这个系统 我认为都应该检讨 对吧 否则 你自身不证 何以证人 到底就是这样 那唐一军和他另外一个老乡 他俩犯的事有点类似 谁呢 就是原来杭州市委书记 周江颖 周江颖被判个无期 他俩手法有些类似 实际上 这也和这个区域特色 区域文化有关系 江浙这一带的人 都是用这个方法 唐一军和周江颖 两人还有些交集 他们俩都在宁波做过关 也都是浙江省委的常委 两个人都是五毒俱全的典型 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 组织纪律 联系纪律 工作纪律 生活纪律 并且在党的十八大之后 不收敛不收手 其中一个最明显的案例 就是 为自己的亲属 拉贷款 拉贷款 你看周江颖的老婆 叫梁雪芹 他原来是杭州 一名普通的老师 后来改行进入政府机关 看着自己老公 花越做越大 自己人的生意越赚越多 他也盘算的怎么发财 所以他就放弃了公务员的身份 来到宁波当地一家国有银行 担任管理职务 他干的啥呢 是农商好 大家都知道 中国的商业银行 很长一段时间内 比业绩就是比拉存款 看谁拉的存款多 我当年在北京的时候 竟然有山东浙江 很多人跑到北京 让北京的一些国企 一些单位 把钱存到他们银行 这都得拼关系 问题的关键是 大公司 大机关 人动辄成千上万 别说其他业务上的钱了 就算是员工的薪水 员工的福利 你业里有这存 就是你肯定得找银行 是吧 既然你必须存 存在哪个银行 这里面学问就大了 周江永的老婆梁雪芹 就是在在家农商里面挂职 平时也很少来 他每年获利 就是光靠拉存款拿的提成 就能拿到几千万 每年几千万 那周江永就干了这么长时间 所以 那周江永全家就和他老婆 拉存款能挣十个八个小目标 那是可以想见的 非常可以理解的 但是就因为这样 银行内部职工 一直在联名举报 在2020年10月中旬的时候 中央第四巡视组进驻浙江 他们再次实名举报 举报信像雪花一样 飞到了巡视组手里 最后怎么样 最后中央动手 把这个周江永拿下 那更不用说他们手底下和 比如说和阿里巴巴和马老师 他们自己的亲戚 周江永的儿子还是侄子之类的 在上海成立一些资金公司 唯一的股东就是马云 那这样的话 也都等于变相的送钱 变相的送钱 所以这一次 这一次 周江永这个案例 他的情节 我认为唐一军应该讲是大同小异 就是说 有些时候你只要登上了这个位置 你都不用自己拉业务 那个钱来找你 对吧 那这种情况下 你说既然这些单位总要存款 他为什么就不能存在唐一军 或者是周江的老婆那 如果他确实在那银行挂了职的话 所以现在这些事情就麻烦了 都是人之常情的事情 现在只要中纪委盯上了你 你就难逃落马的厄运 用同样方法来 还有陕西原省委书记赵正永 当然赵正永落马 大家都知道是因为秦岭别墅 习主席一口气批示了六次还是四次 赵正永就是拖着不办 让在秦岭地区 在党和国家的龙脉上 兴建违法建筑这个事没有得到遏制 最后中纪委亲自派人去那里 把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拿下 拿下以后 当然巴基罗布戴起尼 好多事情就都出来了 他的独生女 也和唐一军和周江永的老婆一样 在某个全国性股份制商银行的陕西分行工作 也是为银行拿提成 拉存款拿提成 那根据陕西这家银行的分行 一家高管透露 提成就是以绩效工资 加营销费用的形式 发给他 总金额一年能发2000万左右 2000万 那你说 既然单位公司都要去银行存款 如果是省委书记的女儿来拉存款 甚至不用拉 你知道他就在某银行工作 你能不主动投怀送报去 用他的名义去搞这个存款吗 所以这些情况下都造成了 说利用职权帮助亲属 承软金融业务这事 成为特别新的 特别普遍的一个腐败模式 或者说就是捞钱模式 这东西当中真的是有很多的灰色区域 但是看到这样的文章 我特别反感一种腔调 就是红颜祸水 我看有人说 古有红颜祸水 金多毁富娘们 哎呀 你老公出了问题 在光产上被别人搞掉了 你别怪老婆吗 对吧 哪条法律规定省委书记的老婆 就不能去银行工作 对吧 美国也没这样的法律 对不对 那很多情况下 那就看 这个法律的清晰的界定到底摆在了什么地方 那这个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 不用用这种高官落马的案例来作为污蔑 重伤很多女人的这个靶子 这方面是不能这么干的 我觉得那么弄也太low了 那这种方法实在是遍及每个角落 我当年记得我家乡的那些朋友 都不用省委书记 你就是市里某个局的局长 他局里有几十辆上百辆车是吧 这几十辆上百辆车也得上保险 每年得上车险 这事是跑不了的 对不对 有些领导的家属 人家就是做保险生意的 人家是保险公司的这个员工 那你既然到哪儿就得去上保险 你为啥就不能去领导的亲属 那个保险公司去做保险 所以这钱都不少挣 很多钱 很多钱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 这个休止期今天这么弄 那也是这个说谁是贪污犯 那谁就是贪污犯 一言九鼎 谁都脱不了这个干系 因为这些东西 灰色区域就成为打压一击 也成为收拾底下这帮人 让他们信服口服 心惊胆战的一个最有效的工具 所以今天一冷一热 一洗一杯 冷的是官场 热的是股市 洗的是股民 背的是周江勇 还有唐一军和他们的老婆 今天就先聊这些 欢迎大家给节目点赞 更欢迎你留言 您觉得 省委书记的女儿去拉存款 或者干保险中介 你觉得这事违法吗 不违法怎么办 怎么来界定这些事情 怎么既能实现 社会的正常运转 各种商业机会都能蓬勃发展 又能避免所谓的腐败 你怎么看 欢迎留言 谢谢 下期节目再见